我国今天的新增113起冠病的本土传播病例 75起同早前确诊的病例有关 另外有38起的病例暂无关联 卫生部表示新增的本土传播病例中 同已知病例有关的病例70起早前已被隔离 5起则是在积极检测中发现 病例当中年龄在70岁以上还没有接种 或只接种一剂疫苗的有7个人 本地今天也通报了8起输入型病例 再加上今天的121起病例 本地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了65102起